这是能让人一夜报复的游戏 只要到明就立刻得到一百万 游戏胜出者在额外得到五千万 游戏规则也非常简单 只需所有人在经营红三种苹果中 都选择红苹果投票即可 投13次每人总共能得到一千三百万 听到规则所有人都高兴疯了 规则继续发布 如果投票结果三种苹果都有 那么选择红苹果的人每人扣一百万 其余人无论经营都加一百万 在13轮投票后 囤积金钱数最多的人得到五千万 狂喜的众人突然安静一下 这时小美提议让大家都投红苹果 不要被五千万名 互相信任每个人都拿钱 见大家仍然没法 花姐首先开口自己投红苹果 其余人也开始复合 蘑菇头更是一把拉着小美 大声说小美是她好兄弟 谁不投红苹果就是和她做的 可这时小帅突然把小美拉进墙子 小美背下的小路乱撞 可没想到小帅只是想向她借一只成本 小美觉得疑惑但也没多 等所有人投完票 小美觉得互相信任的感觉太好 挽怀期待的等待结果接线 可没想到的是 第一轮投票结束 金苹果三票赢苹果四票红苹果四 投金苹果和赢苹果的人都获得一百万 小美和其余人都扣一百万 她不敢相信 大家明明答应她都投红苹果 可第一局游戏就有七人背叛 愣神之际蘑菇头笑了起来 原来她背叛了 原来她背叛了队伍 因为她根本不相信 谁能抵挡五千万的用 所以一定有叛徒出现 与其被背叛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不背叛是没法赢得五千万 众人纷纷只责蘑菇头背信起 蘑菇头直接 发解好心的安慰小美 可这时 蘑菇头又找到了她 原来她是来道歉的 她找到了一种 让大家都能赢的方法 因为经历过刚刚的背叛 下一轮投票 大家肯定不会投回 所以按照规则 经营苹果头的人 谁多谁赢 而现在加上小帅 总共十一人 自己这边有六个 所以已经锁定了圣组 可小美还是不理解 这种方法 也不是大家都能 蘑菇头接着说 到时其他人 看见自己六人 不断获释 肯定会想要加入进来 到时候再欢迎他们的加入 大家就会变得齐心协力 所以现在组队 是为了后面 大家能一起攻 小美觉得她说得非常有道 花姐上前来劝阻小美 因为刚刚蘑菇头 才背叛了她 可小美却觉得 也不承刚愤愤离开 蘑菇头再次安慰小美 她之所以上一轮 背叛后敢承认自己背叛 目的正是为了 要小美不要轻易相信她 但这如此不要有的说 竟让小美恍然大悟 再次完全信任了蘑菇头 很快第二轮投票开始 蘑菇头说这次都投进庭 小美去帮大家投票 可小帅阻止了她 说换她去投票 她要验证一些事情 小美再次开心的 和大家一起等待 可这时 一道嘲笑声传来 你能不能够过吗 你能够过吗 是花姐 她嘲笑小美是在痴心忘想 原来她也组了队伍 剩下五人已经被她收入麾下 小美几人都很不屑 因为自己方有六人 这时 一道粉红色身影走向了队影 原来蘑菇头又背叛了她们 紧接着她开始狂妄的嘲讽几人是啥 实在太好骗了 她和花姐从游戏一开始就串通 刚刚花姐对小美的关系 都是假的 全是为了弥天的 说爸还嘲讽小美几人是带走压 只会干啥 这时游戏结果公布 可没想到 赢苹果十一票 所有人都被扣了一百万 花姐几人纷纷怀疑蘑菇头 没让小美几人投金色 可这时 地旁的小帅笑了起来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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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